台东大学创校75年来 作与英才 现任的台南市副市长叶泽山 也是杰出校友之一 十专时期就读的是体育科 班级活泼的风气 常常让教授伤痛脑筋 就在大四那一年 新任班到启发班上学生的阅读兴趣 也造就叶泽山投身文化界 成为台南史上最久的文化局长 十位身披红领彩带的杰出校友 一一接受颁奖表扬 个个可说是大有来头 其中也包含了 现任台南市副市长叶泽山 毕业三十多年 再次重回母校 叶泽山回忆起师专时期 读的是体育科 班级风气活泼 常常让教授们伤痛脑筋 直到专次那年 新任班导师鼓励阅读 全班学生开始走入图书馆 也造就叶泽山未来投身文化工作 我觉得阅读影响了我们这一班 同学往后的工作跟职业的生涯 这一班的鸡鸭狗猫 有很多人得了文化教师 有一半的人考上了主任 有三分之一的人当了校长 这是一个非常奇特的一班 现年57岁的叶泽山是台南盐水人 原本担任台南县文化局长 县市河边后续任 算下来担任文化首长长达20年 日内规划兴建永康总图 台南市美术馆等成绩亮眼 堪称史上最久的文化局长 而去年高升成为了副市长 叶泽山从爱玩好动的体育科生 到爱上阅读后 从书中找到人生志向 成为城市文化的推手 海洞大学在席中扮演启蒙角色 校方也期盼每位校友 能在各自专长领域发光发热贡献社会 近期下集会台东升报道